家中有失智长辈的民众要特别注意长辈的动态 日前泰玛里分住所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在泰玛里外环道一处世家店门前 有一位老妇有点失智的情形需要协助 警方赶到现场关怀也协助老人家顺利回家解除了一场惊魂 家中有失智长者的民众要特别注意长者的动向 以免走失发生意外 日前大武警分局泰玛里分住所远警 在巡逻时接获民众报案 表示在泰玛里外环道边有一名老妇需要协助 远警立即到场关怀 见到该名老妇待坐在世家摊伤前 一脸茫然且有点失智状态 警方担心妇人安全则带回派出所安置照护 而根据警方了解 林姓老妇家住在台东市区 平时一人独自在家中 当日骑机车由台东市区茂宇沿台九县到泰玛里后 不知道如何回家 身上也没有亲友电话可以联系 而在警方关怀询问过程中 了解老妇人与丰年里长熟视 远警则立即联系里长 通知家属到分住所带老妇返家照护 家属对于警方主动积极关怀协助 频频表示感激 大屋警分局表示 民众加州有失智长者 除了给予佩戴爱心手环 不标紧急联络卡 也建议到警察机关申请指纹建档 以防止在没有身份证件 及爱心手环的情况下 可以运用指纹系统辨识身份 就能迅速联系家属 帮助走失长者返家团圆 就讲解太麻里想不到